1987年6月7号 警方侦破前一年9月 发生在台中大雅的灭门邪案 经过多方查证 嫌犯肖永峰终于扶手认罪 坦诚灭门邪案也是他独自一人所做的 杀人动机是财务纠纷 财务纠纷是因为嫌犯迁赌大家乐欠下赌债 而与担任大家乐赌头的管姓夫妇 发生争执才动了杀机 日前警方才根据民众提供的线索 侦破肖永峰因借钱不成杀害母亲 嫌犯肖永峰最终被判死刑 于1989年8月9号枪决 终于写下台湾民主宪政的历史记录 2005年6月7号 任务型国大以249票赞成 48票反对 跨过修宪门槛的225票 复决通过宪法增修条文修宪案 共六个条文 包含国会改革案 公民复决 废除国民大会等三大议题 实行58年的国民大会制度 正式走入历史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世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哦 郑搖 巴启小铅 您 responsive 我认为 加浉